黑男子小跑步衝向馬路正中間 想拉駕駛座車門卻上鎖 整個人就這樣一隻腳攀到引擎蓋上 駕駛也沒在怕 一路緩緩向前開 車上的男子沒打算跳車 一路撞上前方車輛 男子終於下車 面對質問的被害車主 小小揮個手說不好意思 但男子繞到對象 接下來再拉後座車門 拉著車門一路被拖行 車子則倒退再往後撞另外一台車 喇叭聲四起可能知道不妙了 車輛馬上開走 男子完全被車輛拖著走一路 跑出鏡頭外 事件發生在新北市中和 中山和中正路交叉口 4號上午將近6點 挨撞的車輛兩個人看傻眼 突然他又把鼓 然後又撞到後面又有一輛車 然後就是也是跟我一樣 就是被撞到 然後可是都沒有什麼傷 看到駕駛座是有一名女性 跟後座一名女性 戲稱根本就是八點檔 男子和車上兩名女子關係不明 但有人懷疑可能是情侶糾紛 看看當時男子徒步追車 機動到趴上引擎蓋 車裡的人為了要躲 追撞前車後車 男子甚至猛力拉門 硬要開車門 最終卻是沒有人報案 連人帶車直接拖醒了一陣子 然後結果那個男的就直接 就是跌倒 然後他就搀扶著自己說 沒關係他他自己報警就好 兩名車主受損小不提告 不過男子追車甚至為了男人 無所不用其極 究竟有什麼樣的糾紛 也引人疑鬥 記者夏天王英竹 新北市採訪報導